那么在任务以后我顺便补充一下 刚刚我们不是有利用标题一 标题二 好像都没有用到标题二 这里有标题二 是不是有整理这些内容 因为这个内容很多 所以虽然我们早上有同学问到 可以用这样折叠的 是一种方式 但是当你的内容多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要卷动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在更好的方式 可以在 也不能说更好了 就是我针对这个文章 我可能想要看到 比较快知道里面有什么 所以你看如果以前 我们在看书的时候 有没有 这样你们看不到 对不对 这样有 这也很书 那这个书 如果我们直接翻 没有错 你可以看到内容 可是你不知道它写什么 所以书前面是不是都会有所谓的目录 对 我们Notion也有这样的功能 但是重点是什么 你必须要帮你的 这个 加上 大标题 四标题 就是标题二 标题三 这样 它才会帮你整理 如果你平常都是用一般的文字 那就显示不出它的什么 阶层嘛 对不对 好 那如果呢 你有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我们简报 我记得 我有一个 在 26页这里 26页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有没有叫做页面的目录大纲 其实这个功能 我们在Google文件里面也有 老实说我还蛮常用这个功能的 Google文件 所以 如果你在这里 我找一下 Google 我看一下我的文件档案 哪一个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你善用这个功能 其实对于就是那个内容 就是你在使用的内容上来说 其实很方便 真的 好 我稍微看一下 看哪一个可以给各位看的 好 这里有一个 好 拿过来 这个就是那个 各位看到我那个高职教科书的原稿 好 你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 有没有 我的左手边 这个 就叫做大纲 有没有 其实如果你们在 比较正式的学习 Word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模式叫大纲模式 就是为了这种 时代而存在的 你看这是我的大标题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标题 第三个标题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你有 按照这个文章的架构这样排 他左手边就会自动生成这个目录 而且这个目录很重要的 还可以跳 有没有 我一点一点 他是不是又跳到指定的位置去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会强调大家就是 你不管是在Word里面 在Google文件里面 其实要加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子 你有做好文件的结构 我们Notion也是一样 你有做好文件结构就很方便 那你看我们不是说Google文件也有支援 这个MATAM语法吗 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是一般的 你看我按个紧字号 空一个 有没有变成标题一 两个紧字号 有没有变标题二 然后打一个这个 有没有变这个 打一个这个 有没有 因为在里面的就不行 打一个这个 有没有就变 编号 这样有没有感觉真的有用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 为什么说 其实你好像学的MATAM语法 感觉起来目前只能用在Notion 其实我们用在Google文件里面 其实也是OK的 只是他没有资源那么多 像刚刚那个我们折叠那个他就没有 但是一般的我们这样用其实是还蛮快的 不小心把白板关掉的 来 空心打开 这样各位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Notion里面 你怎么把这个部分把它加进来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Notion里面的叫Table of content 来我们来这边 所以我就在上面 好 点开点开 你可以 斜线 直接用找的是一个方式 你也可以直接用打的 只要你知道语法 你看Table 我打Table 有没有出现三个 它是属于在进阶这里的 按下去 有没有就好了 你不觉得 跟我们刚刚在用那个一样吗 滑过去有没有 点下去 是不是就跳过来了 这样有没有了解 所以为什么要认真 把那个结构做好 真的有用的 好不好 这个 那只要你有新增 好 你有新增出来 比如说你看我们刚刚那个 我增加一个好的 在这里 好 在这里加一个 好 第四个 这个叫做 插入页面目录大纲 所以你真的 今天学一学 你也会觉得 嗯好像 我的Word会变好一点 哈哈哈 就是像这样子进来 然后你看它的上面 因为你增加了 有没有就自动跑出来了 你不用再产生一次哦 也不用更新哦 嘿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Google 文件 其实它除了在左手边 它其实也可以加 类似我们现在的那个 Notion一样 就把你这个页面的 目录直接加入到文本里面来 它也有这个功能 不过它比较虚拟一点 如果你有增加的时候 它不会自动帮你 增加 比较像Word 你要按一下重新整理 它才会自动帮你更新 但是Notion这边 会自动帮你加 所以 现在啊 其实有些人写那个部落格 有没有 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哦 就是说 它 有些部落格的系统 它本身就有资源 自动帮你整理出这个文章的末路 你也不用特别加入 就有 如果没有的 它用Notion做是不是也很方便 因为呢 我如果文章比较长 大家一进来 就好像我们刚提到看书先看目录嘛 这样不是就比较有概念了吗 对不对 直接跳 我就不用在那边滚滚滚 因为有时候内容很多的时候 它没有分页的那种方式 你就必须要滚很久 可是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让大家先对整天的文章 整个页面的内容 先有所 这个概念 而且它都帮你把缩排 自动产生出来 如果你对于这个样式不喜欢 它这边 就比较 简单 就没有 它没有像Word 或者Power 有那么多的这个 我们讲的就是那个叫做 排版的格式 它比较单纯一点点 你看这里有一些背景的颜色 我套进去 就这样 也没有什么边界啊 那些 那个对它来讲就不是它的重点 OK 所以我们稍微补充一下这一块让大家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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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